在基隆河爪峰里这段可以看到 因为民众缺乏功德心 随手就把垃圾往下丢 造成河畔垃圾多 警官也大打折扣 市府也将这里打造一座清水步道 不但提供当地民众修其运动的空间 更将成为游客驻足的新据点 新北市政府为满足瑞芳三爪纸坑地区市民清水需求 于基隆河瑞丰桥至瑞芳国中 打造一条长360公尺的河岸景观步道 不但提供当地民众修其运动的空间 更将成为游客驻足的新据点 地方也有在缓运 希望说能够延长清水步道的长度 一边到洞河里 另外一边到蛇子行路那边 这样的话这个效益会比较大 我们后期还会在看清水步道使用的人 还有地方的缓运 是不是增加长度 可以增加它的一个使用的效能 瑞芳区三爪紫坑地区过去防止 基隆河常年洪灾在河滨一带设置消波块 以减缓河水充实 但在民国91年 原山紫分红完成后 已经没有水患发生 而为使原来放置消波块的顶面空间活化在利用 新北市政府规划保存当地自然景观 利用既有环境设置清水步道 配合我们瑞芳桥的改建 是一座非常美的一个观光桥 再结合清水步道 到时候是一个蛮好的游戏景点 后续我们还会在做了解之后 作为我们是不是还要再延长的一个参考 工程于2月中旬开工 当地居民莫不满心期待工程早日完工 而高管处在工程期间也积极克服了 瑞芳地区多余的不利条件 较预定进度提早一个月完工 届时欢迎市民前往探访这条 基隆河上游畔的生态清水步道 姐成为瑞芳采访报道 联系避报道 联系避报道 联系水步道